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雷达回波图 能看到它的台风中心 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晰 而且是一直在花莲的东方海域 不断的徘徊 甚至现在已经出现了打转的情况 其实它原本的路径 应该是要直直的通过北台湾 但是就是因为受到了地形的干扰 所以它才会在外海上面 不断的游移 南北的徘徊 现在更到了更南侧一带 所以它徘徊时间就更长 影响我们时间当然也就更久了 我们就从它的路径图上面可以看得到 它在靠近台湾的这一段路 其实非常的曲折 而且现在在花莲的东方 现在目前大约是40公里的位置 其实在稍早前一个小时 它大概是在30公里左右 所以它是说不断的在靠近又在后退 是这样子打转的状况 再回到它原本该走的路径之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目前的一项 是往西北来做移动 目前速度是一小时15公里 而风速大概是53公尺每秒 也相当于16级风 非常的快速 而阵风也有65公尺每秒 相当于超过了17级风 它的暴风半径也超过了250公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 全部都被它的暴风圈所笼罩 而且气象鼠也持续针对了全台湾的地方 像是这个虚线的范围 全部都是陆上还有海上警戒范围 所以提醒您 现在虽然说很多县市都已经放了台风架 但是最好是不要外出 因为现在很多山区都是有土石松落的状况 也提醒您可能会有一些灾害发生了 所以要小心注意安全 好的继续要请教焦人 因为我们看到了凯米目前还在徘徊打转 那么它还是很可能从宜兰花莲这一带登陆 也确实是已经为宜兰带来剧烈的降雨 甚至在太平山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900毫米了 那么其他的一些风雨状况 哪些地方会比较严重 继续再把时间交给你 是我们说凯米它有可能在今天的深夜 大概是10点11点左右的时候会登陆 所以它中心很靠近我们的时候 这时候雨势就非常的大 而且首当其冲的就会是宜兰地区 为什么说是宜兰地区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宜兰地区的地形 就像一个本机一样 所以它不断的接收这个凯米所带来的水汽 所以累积雨量就相当的惊人 我们就看到今天到目前为止 所累积的雨量最多的雨区 就在宜兰的太平山达到了910毫米 另外在翠峰湖也有742毫米 另外再看到宜兰县的各个地方 前五名全部都聚集在宜兰县 就是因为当它的暴风圈来靠近台湾的时候 宜兰就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位置 它地形又宛如接水一般 所以累积的雨量就会非常的多 而且刚才说到它不断打转的过程中 所以就让宜兰的雨势越积越多了 而且我们除了宜兰之外 也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在远离我们的过程当中 也会外围环流带来中南部的水汽 也会不断的增加 就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其实在中部已年的山须 能看到紫色白色一片 这个累积雨量就超过了300 甚至到了500毫米以上 不排除会有超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能看到在明天 它虽然说已经来到了海峡一带 但是在中部南部的山须 雨势还是相当的惊人 甚至它已经远离了台湾 暴风圈已经远离之后 还是会为台湾带来所谓的西南风 所以能看到在南部地区山须 甚至累积雨量在这四天 可能都超过1800毫米以上 所以我们要提醒您 这几天千万要避免前往山须 以免带来灾害 以上是这节的气场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